牛缺者 上帝之大如也 下之邯郸 遇到于偶杀之中 尽取其衣装车 牛步而去 视之欢然无忧之色 道坠而问其故 约 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 道约 喜 贤以福 接而相畏约 以彼之贤网郡赵军 时以我为 必困我不如杀之 乃相与追尔杀之 厌人闻之 聚足相见 约 遇到 莫如上帝之牛缺也 皆受教 厄儿其帝事情 至官下 果遇到 亦其凶之戒 因与道力争 既而不如 又追尔以彼此请悟 道怒约 五活辱红矣 而追悟不矣 既将着焉 既为道矣 人将焉占 遂杀之 又伴害其党 四五人焉 于是者 良知妇人也 家冲隐胜 钱不无量 财货无资 登高楼 临大路 舍乐陈酒 鸡薄楼上 侠客香随而行 楼上博者舍 名穷张重 凡两细语而笑 非缘势缀 其腐蜀而重之 侠客相语言曰 于是复乐之日久矣 而常有轻一人之志 我不侵犯之 而乃如我以腐蜀 此而不报 无以利金于天下 请与若等 如利一致 率徒蜀 必灭其家 为等轮 皆许诺 至七日之夜 聚众鸡兵与宫驴士 大灭其家 东方有人焉 曰 原生目 将有事也 而恶于道 虎妇之道曰求 见而下胡参以辅之 原生目三妇而后能事 曰 子何为也 曰 我虎妇之人秋也 原生目曰 兮 如非道也 乎为耳使我 五亿不识 子之时也 两手聚地而偶之 不出 咔咔然 遂夫而死 虎妇之人则道矣 而是非道矣 以人之道而为实为道而不敢识 是失明实者也 助力书是 吕傲公 自为不知己 去 居海上 夏日则时灵至 冬日则时向立 吕傲公有难 助力书此其有而亡死之 其有曰 子自以为不知己 故去 今亡死之 是知与不知无便也 助力书曰 不然 自以为不知 故去 今死 是果不知我也 五将死之 以丑后世之人主 不知其臣者也 凡之而死之 不知而复死 此之道而行者也 助力书可谓怒对 以望其身者也 杨诸曰 立出者时及 愿亡者亥来 发于此而应于外者为请 事故贤者甚所出 杨子之临人亡羊 既率其党 又请杨子之术追之 杨子曰 系 亡羊和追者之众 临人多 多其路 既反 问 霍阳乎 曰 王之以 曰 习王之 曰 其路之中又有其音 五不知所知 所以凡也 杨子欺然辩容 不言者已实 不孝者静日 没人怪之 请曰 杨 见处 又非夫子之有 而损言孝止 何在 杨子不达 没人不祸索命 弟子孟孙杨初已告新都子 新都子他日与孟孙杨谐入 而问曰 西有昆帝三人 由其路之间 同事而学 尽仁义之道而归 其夫曰 仁义之道若何 伯曰 仁义使我爱身而厚明 众曰 仁义使我杀人已成名 书曰 仁义使我身一名并权 彼三树相反 而同出一辱 孰是孰非耶 杨子曰 仁有冰河而居者 喜与水 勇于求 操舟欲读 利供百口 果粮旧学者成徒 而逆死者己半 本学求不学逆 而利害如此 若以为孰是孰非 新都子默然而出 孟孙杨让之曰 何物子问之语 夫子答之辟 五祸欲慎 新都子曰 大道以多其亡阳 学者以多方丧生 学非本不同 非本不一 而莫义若是 为归同反义 为王得丧 子长先生之门 习先生之道 而不达先生之旷也 爱在 杨朱之地已曰不 依素依而出 天已 解素依 依子依而返 其苟不知 淫而废之 杨不怒 将扑之 杨朱曰 子无扑矣 子亦幽是也 向者实如苟白而往 黑而来 岂能无怪在 杨朱曰 行善不以为明 而明从之 明不予利妻 而利归之 利不予征妻 而征集之 故君子必慎为善 西人言有之 不死之道者 燕君使人受之 不结 而言者死 燕君慎怒 其使者将家逐也 姓臣鉴曰 人所忧者莫及乎死 己所重者莫过乎生 彼自丧其生 安能令君不死也 乃不诸 有其子依欲学其道 闻言者之死 乃辅因而恨 父子闻而孝之曰 夫所欲学 不死 其人以死而忧恨之 是不知所以为学 胡子曰 父子之言非也 凡人有恕不能行者有矣 能行而无其恕者亦有矣 为人有善恕者 临死 以绝欲其子 其子知其言而不能行也 他人问之 以其父所言告之 问者用其言而行其恕 与其父无差焉 若然死者稀为不能言生恕在